第1階段 第1階段 現在這個企劃我是想說先 輕量級的先來 就是慢慢來 從那個第一階 然後慢慢慢慢加強上去 就是每一次的企劃一出來 魔物的難度會越來越高 我原本是想說 一開始 來的 哎呀不好意思 嗨各位好 這裡是後台剪輯的沙皮 這邊關於新企劃內容 就由我來說明吧 畢竟比較快也比較清楚 哎呀您辛苦啦千台的沙皮 嘿嘿 主要這次新魔物挑戰企劃 就是要在直播上和觀眾們 一同選出一隻魔物 來作為挑戰對象 感覺很難他要走路了 與此同時定出一個時間目標 好比5分台6分台等等之類的時間 嘗試到底能在幾小時內 將之完成 這就是本次新挑戰企劃的大致內容 同時也就是所謂的TA企劃 當然對TA這詞 或許有些觀眾可能不太了解 這邊也稍微說明一下 所謂TA也就是Time Attacker 時間競速 簡單來說就是要在最短的時間內 將魔物與之討伐完成 整個過程相當刺激 考驗玩家對武器裝備和魔物的理解程度 以及遊戲機制的熟悉度 從開始到結束 任何一個細節都不能放過 開局時機 進場準備順序 戰位應對 技能計算 地圖環境等等 有超多超多的東西都要一次到位 只要一個犯錯 都很有可能直接從頭來過 非常硬核 那麼這次我將要用太刀 對上本次的討伐對象 並在五分台或以內 要將其討伐完成 究竟我到底能否成功 所花的時間會有多久 中途是否又會放棄 還是堅持到底直至成功呢 總之就讓我們繼續看下去吧 嘿嘿 有點high去上了一下廁所 OK 計時準備開始囉 Let's go 剛開始初次嘗試 我們先慢慢來 我先抓一下他的節奏 跟他的招點這些 先吃 種子 跳掉 鬼人粉層 跳掉 喝水 剛好會跑到他那邊吧 然後切換 下去 算點 哇 這個就失敗了 他會咬一下吧 這個 我就知道 這收到可以了 他還不行 喔喔喔喔喔喔喔 這怎樣 啊幹 等一下 算錯了 來不及嗎 來不及 來啊 喔喔 來盒 看能不能做數 欸 喲 切 欸 喔喔喔喔喔喔 喔...這樣子 irgendj 有中 嘿 哇这个没中 哦来了来了来了 啊干这个好难抓 还会咬一下吧 哦nice可以 有机会吗 What the 他这是X跟X一起 哎呦 哎干 靠北 哇靠 哎干 没有G到吗 啊完蛋了这个 再见了四季也各位 啊 而且充五分了 来来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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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能说真的太久没打魔物了 而且刚回来附件直接就要挑战TA 同时对象还是当初相当难搞的混沌黑石龙 这场恋爱真的难谈 不过说是怎么说但我那不死心的个性 的确一直驱使我不断前进 之后呢也是尝试了几场 终于慢慢抓到混沌黑的动作和节奏 像是一个垫步后必定会往前咬一口 后拉蓄力的口炮 聚合要找一些与之碰撞 大一爪的攻击聚合时机也要再慢一点 神奇后的地爆呈现的形状会先X再踢 远程高射炮射过来后会以人为冤心插字爆 总之初步理解这块算是已经摸了一个大概 总数时间也来到了14分钟之多 而到了最后终于是完成了 哎呦歪咖喽真的假的 哇完了完了完了他跑了 这边如果刚刚把他抓起来可以 哎靠北 哇 几分 嘿没错各位终于挑战成功了五分台还刚刚好 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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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这些都只是暖身罢了 当然目前一幕前的你一定感到很疑惑 蛤不是都完成了吗 无分台了耶 其实我们的目标并不是黑金黑金的这只 而是全身红通通的这只 奎翼化混沌黑石龙 而说到奎翼化相信有接触过的 心里应该都有个底 速度快血量高还有所谓的解血状态 攻击也爆炸痛 高难等级甚至一两下就能直接让你猫车回家 强度方面相当鬼畜 另外摸的招式组合也会有所改变 和普通的他相比档次完全不同 非常刺激 只能说面对这只 同时还要在直播上直接开打 当下心理压力真的大 生怕会一直没有办法成功 必须不断的一直重来 而到了最后结果都会是一场空 胆人怎么办呢 挑战自己定的 企划团队创的 只能说这个企划呢 真的该 啊没事 总之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吧 嗯 哇 很紧哎但是 好玩了 我闻到了 公道的味道了 天哪 噢噓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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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噓 这个 哈哈 我以为他走了 哇 这样子 靠北 好玩了 哎哟 完了他不进来 来进来 哦 哇 这一只要五分 这一只要怎么打五分 可能血量有够多 哎哟干妈这个 哇 哎哟哎哟 干妈差点 我那想想怎么转那么慢 哦 啊完了 哦 哦哦哦哦 哦哦哦 哎哟哎哟 哎 哎 残血了哎 哎哟哎呀 我只能说这只葵翼混海真的麻烦 而且是超麻烦的那种 首先要打过绝对没问题 顶着一两猫还可以且战且过 但要打得快 那就又是另一回事了 针对要快这点 当天做了超多的尝试和调整 例如为了方便进行挑战 同时排除秘铃许多不确定因素 后来选择了古塔秘境这张地图 相对这只200多等 速度和伤害 更要比原先秘铃那只来得很 后来想了想 没关系打 而在又尝试了几场后 从原先的11分台压到9分台 再到8分台 直至最接近的6分台之后 就再也没前进了 更让人疑惑的是 乳机场无失误 同样流程都是做稳做好 可时间就是压不下来 当下实实在在的绝望了 而后来绞尽全力用尽脑汁 花了许多时间 研究了别人的TA影片 同时和观众讨论究竟问题出在哪 终于我们得出了以下结论 首先 魁翼混合的弱点主要在于头部 其次则是在于内侧的两只小手手 同时我是使用双月流来去跑这个挑战 每一下的水月兜割绝对都必须要砸在队的部位 只要有一个歪掉 基本上5分台可能就相当紧绷 同时输出当下 龙一定要在云月里面 接着就是站位问题 整个战斗过程中 我和黑石一定要把持好这个曖昧距离 嘿就是这个距离各位 更重点 要尽量在他的左斜前方这个位置 如此一来 许多招式对我来说会较好应对 在做牵引时也会莫名上手 非常神奇 故此整体战斗要适时运用看破 来做快速位移 我和他这间距离一定要拉好站稳 整个瞬间还要立刻读出即将出来的招式 以快速应对 同时水月的输出打点位也要准确 尽量不让白智出现 招招重头才行 龙倒地也要做好水月的攻击应对 好增加伤害 可以操龙时 上龙前一定要做好切招拿虫等前置工作 当然还有很多很多的细项要注意 相当可怕 总之只要将这些要领全速稳稳做到 近五分台基本上不是问题 但说归说做起来真的是一个考验 我尝试了一遍又一遍再一遍 甚至好几遍的战斗 中途真的常常快要不行 啊我的天啊 精神和肉体正在和我的意识不断打架 脑袋里一直有声音说着 可以放弃的七分台很快了 但回头想想 对着自己说定下的目标又不是不可能 只要能够努力都将成为可能不是吗 我自己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最后历经六小时多的时间 终于完成了 但是看到这个地方 在这边的中途中 赶紧 你看到这 nessa 超乱火之后 厉害故事 通常我们跟最终于解放了 來吧 嗯 這個沒回到 作詞・作曲・編曲 初音ミク 诶 干嘛的 啊啊 哎呀 在幹嘛啊 啊 有點別人 我會沒有啊 干媽剛那邊已經拿過了 哦 啊這樣沒有判定 太扯 啊這邊應該用那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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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eting 候期星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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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わりだ 想い捨てればいいわ 有了嗎 非常感謝各位的收看 希望你們會喜歡這個TA企劃的精華 這是一部紀錄我挑戰的心路歷程 未來也還會有許多挑戰會陸續在直播上啟動 有興趣的也可以來觀看一同參加投票 覺得不錯也歡迎按讚分享出去 還沒訂閱的也歡迎訂閱加小鈴鐺 我是沙皮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 我們下場 我們下場 就能夠我們下場 我們下場 有請到這邊 我們下場